今天,现实社会所建构出来的价值观,让人们逐渐失去意义的归宿。 当教育的本质已经偏离,人们还要假装上学是很有意义的样子,其实只是为了支撑为什么还活下去的碎品民优。 我们每一天所付出的努力,到底是为了什么? 想一想,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死去,但又何必白费力气去干什么呢?反正一切都是虚无的。 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? 意义,别傻了,玩玩就好。 你找到生命的意义了吗? 出生就为了等死,为什么这么严重? 起立,行李,老师早安。 虚无是一种莫名的感觉,他长期伴着我们,随时出谋。 他会让我们消极沮丧,他会让我们对未来产生无力感。 而且,他会不停地提醒我们,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。 埋头念书只不过是为了一张没有意义的文凭。 一切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。 停止一切没有意义的工作。 我不明白,人为什么要活着。 你有存在的价值吗? 你拿什么来证明生命的意义? 如果你,不愿意承认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。 那你,拿什么来证明? 我没有找到你,拿什么来证明。 你没想到我,拿什么来证明。 那我会让你走开。 你这些案子都会带来愉快。 我先走开。 我先走开。 感谢观看